今天岳父大人送来了两颗羊头 咱们简单做一个胡辣羊头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羊头给它清洗一下 烧焦部分淋巴这些都要给它剪掉 我发现剪子是用处理羊头的一把猴手 你看一下 然后咱们把羊头在口腔内部清洁一下 直接咱们拿剪刀把它嘴角开 嘴里边好好洗一下 口腔内可能会留有这种当年咀嚼的草什么的 咱们把口腔内部一定要洗干净 其次就是耳朵了 这个拿剪刀一剪就剪开了 这倒是里边老丈人也给它洗干净了 咱们再拿再给它抠一下 你像这个羊的口腔内部 就保留了一些这种当年咀嚼过的东西 它胃里边的东西会经常反复咀嚼 这反处动物就这样 这牛羊就属于反处动物 就这样 口腔内部一定要清洁好 这口腔卫生一斤都很一斤 洗干净的羊头 咱们给它焯个水 咱们给锅里边 把味来点水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 葱给它切成这种小段 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咱们小羊头焯差不多 直接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成热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 给它下到锅中 葱姜炒香以后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皮鲜豆瓣酱 然后辣没就辣椒酱 小火咱们给它煸炒一下 炒出红油 炒香 来点生抽 勾压 从里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把炒好的底料下到锅中 然后八角桂皮鲜也白纸炒过肉扣 把点盐 老抽 蚝油 小火 小火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水开后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小配菜 面条锅里 前几天去我们这儿的一个面馆啊 这边放这个 切好的白菜丝 我觉得挺棒 水开后啊 咱们把面条给它露出 然后咱们把这些给羊头啊 浇点这个汤汁 卤羊头的溜汁 直接给它嚼鸡 来点葱花和蒜末 来点细辣椒面 醋辣椒面 来点生抽 漏抽 一点点盐 花椒粉 来点鸡精 然后咱们上边浇上热油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这样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准备学一个这种 佛山电汉 结果好像学的不是很好啊 等到啊 我学起来就跟有大病似的 看来一口面啊 嗯 来搅拌一下 咱们就是给这个羊头啊 来一个 哎 街头皮衣食啊 这个羊头 多手点了 先来尝小块 味道还很OK啊 但是不够软糯啊 我直接 咱们直接 把这个羊头啊 抱着啃 这个这个是羊舌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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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头啊 非常好吃 Q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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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彤的蛋不软弱啊 嗯 嗯 把这个羊的下巴 接下来给它拱了 相当完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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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羊头啊 这些羊头比较老 煮的不是特别辣不 啊 今天这些面做的格外香 里边偶遇一块羊子然后下饿 今天这碗面太过瘾了 大晚上怎么来这么一碗直接能爽翻天 今天面条失败在于这种都有小段节 很酷 很酷 哇 太熱了 今天这面太碎了 影响我发挥了 以后再不买他们家面条了 哇 这真的 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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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